分光光度计是用来量测代测溶液在固定波长下的穿透率或吸收度 实验室中所用的机型是简单型的单光束分光光度计 不具波长自动变换扫描的功能 氯片选择器分为波长在340到599Nm以及600到950Nm两种范围 电源开关归零钮 控制电源开启及仪器归零 透过氯吸收度调控钮 用于校正仪器的透过氯为100%或吸收度为0 波长调控钮 用于设定分析波长 样品槽 用于放置样品的地方 电子显示幕 显示分析波长数值和穿透率或吸收度的量测值 功能指示灯功能切换键 显示测定功能为穿透率或吸收度 手册样品容易必须装入具有固定进场的透明容槽内 称为笔色管 笔色管与一般试管不同处为笔色管上方有条标记线 作用为当笔色管放入样品容槽时 方向位置固定 且光源穿透路径亦相同 操作使用方法为 首先将电源开关归零钮 以顺时针旋转打开电源 热机15分钟以上 使机器稳定 先将绿片选择器切至适当位置 再转动波长调控钮 调整电子幕上显示波长的数值为所需的波长 如508Nm 进行代测物量测前 需先进行仪器校正 首先按压功能切换键 将测定功能切换为 Transmitter穿透度 样品槽内不放任何东西 盖垮盖子 调整归零钮 使字幕显示为0.0 以少量的空白试样 润洗笔色管两次 接着在笔色管内装入适当高度的空白试样 再使用试镜纸 将笔色管外壁擦拭干净后 再放入样品槽中 调整笔色管的标记线 朝固定方向 盖垮盖子 由于空白试样在分析波长下应无吸收 因此穿透率应为100% 转动穿透率吸收度调控钮 调整至荧幕显示为100 完成仪器的校正 按压功能切换键 将测定功能切换为吸收度测定 此时字幕显示吸收度的数值应为0 取出笔色管 倒掉空白试样 以少量带测容易 淋洗笔色管两次 再将带测定 再测容易加入至笔色管适当高度处 用试镜纸将试管壁擦拭干净 再放入样品槽中 调整笔色管的标记线 槽固定方向 盖垮盖子 此时字幕上显示的数值 极为容易在分析波长的吸收度 取出笔色管 倒掉容易 以重复上述步骤 进行其他带测容易之吸收度测定 完成所有带测容易的测试后 将笔色管取出 肺液回收 再以蒸溜水冲洗干净 再将笔色管倒置于试管架上晾干 切勿放入烘箱中干燥 电源开关以逆时针旋转 关闭电源 完成实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